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柱侯陳皮炆鴨鼻 希望大家喜歡看影片前幫幫忙,訂閱、分享、留言和按LIKE 好,立即開始影片 好,讓我講解這個柱侯陳皮炆鴨鼻的主要材料 急凍鴨鼻兩隻,熔了雪,洗乾淨了,拔掉多餘的毛 備用 蜘蛛的四指,浸軟,備用 接著講解香料部分 香料部分有1湯匙花椒,2粒八角,再加2角的陳皮,浸軟 待會加入蟑螂袋,和阿比一起炆 還有45克的冰糖 這裏有2粒紅蔥頭,再加4粒蒜 稍後要起鍋,用來煎封阿比蓉 再加上醬汁 醬料部分呢,就是1湯匙的柱侯醬 半湯匙的海鮮醬 那麼就倒進去,加入一份儲存 拌入背後,待會就馬上做 好了,鴨子的鍋裡呢,就加入一份湯匙的油 用中火,熱了火之後,先加上鴨皮 然後再加上鴨皮呢 然後再加上鴨皮,然後再加下 鴨皮那裏,然後再加上鴨皮 就加上鴨皮 不要動 用這個中火煎火,在下鴨皮內 煮了5分钟的时间,然后翻转 这个步骤不能急,最主要是把鸭皮下面的油逼出来 你吃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油理的感觉 好,待会5分钟之后再和大家继续 好了,这边煎了3分钟的时间 把鸭皮放入蒜和红葱,让它爆出香味 好了,这边煎了5分钟,然后再把它推到一边 可以看到油比刚才更多了 所以刚才下锅的时候,只需要用半汤匙的油够 因为鸭皮下面有很多油出来 现在加入酱料 让它爆出香味 在锅边里加入2汤匙的柱油 然后加入2汤匙的玫瑰露酒 然后加入2汤匙的玫瑰露酒 然后加入滚水 加到鸭皮的一半的高度 然后将香料包和冰糖放入鸭 那么加到了比较少许多 煎厚的几个香味 现在加入1汤匙的生抽 1汤匙的生抽 1汤匙的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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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汤匙的玫瑰 然后搅拌均匀 转过大火,把汁料煮滚 把汁料煮滚后,盖上盖子 转到中盘火 煮20-30分钟 经验是煮30分钟 因为汁料煮滚后,把汁料煮滚 煮20分钟后,把汁料煮滚 20分钟后,试味和压腿的软腻度 15分钟后,把压腿反转 煮到另一边 再继续 现在煮了15分钟 先试味 再加少许的盐 大约半茶匙 大约半茶匙 然后反转鸭腿 然后我们将到这里的水分 转到较转 And the last time of the rice 转到较转的 saja 积伤的,我们要放浮更多 30分钟后,把汁料煮滚 转到较转绳 您年转有一半 然后把汁料煮滚 并 hot shell 再煮滚 然后把汁料煮滚 15分钟后再继续煮 过了15分钟,现在转大火,收汁 同时用筷子在鸭皮处理 鸭皮处理已经淋满了 如果喜欢再淋满,可以再煮久一点 这些在乎个人的喜好和好感 现在加入粟粉馅,把汁收稠一点 然后在四个小时耐火系点 搅拌之前再继续分享 继续煮油陈皮炆鸭皮处理 希望大家喜欢,喜欢的朋友在下集视频 多谢大家,Bye Bye 感谢观看